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此没有时间带走戒指 八日,这对新婚八个月的夫妻被护送回他们的房子,寻找任何可能留下的财产 他们原本有两层的住宅已经完全被大火吞没,成为了灰烬 不过,摸索出房屋的布局后,这对夫妇在废墟中找到了被遗失的戒指 尽管戒指已受损且烧焦,并且丢失了戒指上的钻石 但仍可辨认,在找到戒指后,伊苏丹西跪下,将这些戒指戴上劳拉的手指 并且再次求婚,在他们所遭遇的灾难中,创造出一个美好的回忆 艾利亚森说,戒指仍然戴得进去,而且他劳拉伤